即将于明天迎来正式发售的安插狂潮5pro月象配色 想先来看一下吧 整体的配色上呢 其实是与多伦多猛龙的复古球衣配色多少有点相似的 那如果不是前掌侧处的月亮长弯道圆的变化图 看出这是月象配色的话呢 我真的一度以为是为某个猛龙球员而推出的PE配色 同时结舌处的logo上呢 同样是以一个月亮的样式进行呈现 那也呼应着这款月象配色的灵感 同时呢这也是既要日配色后第二款狂潮5pro的欧文PE配色 具体呈现的地方在于最顶处的鞋带孔上的提环 以及后跟的两个装饰处的设计上呢 都是有着欧文的备号十一样式进行呈现 日月同窥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配色系列 结合着安踏狂潮5pro不熟的鞋面质感 以及做工呈现呢 也让我对于这款月象配色呢更为的喜爱 上脚感觉整体的包裹方面呢很是不错 同时克数比较的轻质 鞋侧墙处相对于狂潮5而言呢 升级为碳板进行侧墙支撑 同时前掌处更是加入了一块横向的碳板 结合着全掌的弹气尾发炮材质 能够给予你更为迅猛的第一步动能反馈 工足处呢也是加入了一块碳板 给予足弓支撑以及整体鞋子刚性的保证 那外侧呢可以看到椅子红色渐变色调 打造的半包围是TPU 不仅美观还能够给予侧墙支撑更上一层的保护 作为安套为欧文打造的第二款狂潮5proPE配色 跟感觉与药日配色而言呢有不一样的美感 同时搭配药日配色作为鸳鸯球鞋来穿着呢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尺码方面跟建议选择正常尺码入手即可 想要入手这款PE配色的朋友们 记得留意明天啦 感谢观看